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尽力地教给我 但是我学不会 然后我又出去练摔跤 当然咱俩也有经验 然后又拜了韩老师 拜了很多王重庆老师 很多老师 到最后我发现 也没有练出功夫来 偶尔的一个机会 就是看了一个日本柔道的教学片 日本柔道的教学片 那么他教一个背部头的一个动作 那么牵手的重心的下降 教一个我们中国教学拉揣的一个动作 牵扯到落的那个我们叫步眼 是一个三角形的顶点 那一瞬间明白了 原来中国武术一定是有重心和三角形垂线的原理在里面的 我还以为你是通过说永春全民李小龙那一套 李小龙他也有一个三角形 李小龙也不一样 对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你不能靠概率 我拜这些老师 咱不是说吹或者怎么样 在全国还是有点名气的 这么好的老师教 那么还很长时间没出来 偶尔一个机会看到那个才变出功夫来了 你这个东西靠概率 这个东西就完蛋了 其实是一种科学系统的一种东西 没有捋出来过 没有捋出来 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教学体系捋出来 一点点的 这个东西要怎么练 练到什么程度进行下一阶段 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现在的一套体系 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伴随着学员的一些反馈 他们练得很好 您大概就是教了多少学员 加起来反正三万到四万的网络学员是肯定有了 就这些都是一对一教过的 买了我的网课的 所以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之后才发现 这个东西是绝对要可行的 传统武术必须要体系化 对对对 没有实战 学的就这个东西 对 没有技术体系 出不来实战 出不来实战 没有经济体系 吃不上饭 传播传统武术非常难 对 我在网上拍视频也好 拍分享也好 遇到最大一个问题是 满满的恶意 他不让你传统武术说话 现在可能还有一些爱好者支持 所谓的叫什么 咱们所谓粉丝或者怎么样也好 会帮我说一点话 之前我只要一发 满满都是骂 三天都三千多条骂的 所以我打那就 我就决定了 我一定要拍视频 一定要被传统武术说话 对就是要告诉大家 真正东西 讲什么样 你得让我们说话呀 对对吧 我也可以拍三打 我也可以拍摔跤 那我不捣过 那么我们就拍传统武术 然后网上就出现一个问题 前两天我一个视频 被人拼凑拼凑拼凑 造成阿松 然后号称没有三 没有人能打过我了 我开五罐 就这样的 编成这样一个视频 很多自媒体是没有一点直接操守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做 必须是我们 像您喜欢传统武术 也练习了很长时间传统武术 我们这些五人来做这个事情